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新加坡的唐人街为什么叫牛车水呢 因为早期都是用牛车运送水过去 因为当时没有自来水的原因 那个情景就被当时人的教育水平也不高 就把它简称为牛车水 不过我再补充一点 这个牛车水是在很多我们讲越野就是白话的人给的 他就牛运着水 但是在广东话说牛车水 牛运着水过去的这样的意思 那当然我们的这个唐人街也是一个最多华人聚集的地方 新加坡的华族大部分来自三个地区 潮州福建广东 所以呢在这个我们的牛车水 也是早期被规划这个定居的地方 新加坡的这个唐人街牛车水本身它是一个保留区 那我们的这些老房子呢普遍叫电屋 那这些旧电屋呢保存的非常美好 然后呢这些电屋呢都有大街小巷的 那这些大街小巷呢以前都有超过700个摊位 卖一些街边小吃的那这些街边小吃呢 后面都被搬迁到我们的所谓一个小贩中心 那我们南方的这里呢就属于比较南方的人多嘛 口味就比较偏咸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爱吃的海南鸡饭 另外潮州人的炒果条也有 还有我们很多国内外的人都非常喜爱的这个叫做肉骨茶的 大家现在看到现在的牛车水呢和西里亭大大不同了 比如说右手边大家看到我们现在的新潮酒吧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旁边的这些店屋呢 也有一些新的餐馆 那保留下来的一些建筑呢 也就是办公室用途 那当然我们这边呢也是非常受游客 欢迎来买纪念品的地方买手信 那当然这个街叫什么名字呢 这条街叫丁加努街 它是属于马来西亚 早期有很多的一些干粮都带过来这里买 那大家可能看到现在这条街非常整齐 不过呢在早期都有很多的一些街边小贩 然后待会呢我会带大家去看 早期的这些街边小贩都被已经安排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就是做他们的生意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新加坡呢非常这个重视我们人民的生活 尤其是在卫生方面 那以前的这些接近700个街边小贩都被迁移走了 那待会我会带大家看这个我们的这个小贩中心在哪里 不过大家可以继续看到我们游客来到这里呢 他主要他还是能够感受到不仅仅是华人的文化 也有很多的一些我们的游客呢都爱过来这里呢 来感受呢这些漂亮的风景 现在我们来到新加坡唐人街的这个手信街 那在这首信街呢非要介绍不容错过的一个店 就是我们的胡振龙 那他今年已经有73年的意志 是一个非常多我们游客呢爱来买 顶级新加坡品牌的首信的地方 大家请跟我来 这家老字号呢在1948年开始的时候呢 他是以卖麻油为主的 那当然在我们在新加坡这里呢 我们的一些顶级的首信 包括我们的麻油 辣椒螃蟹粉啊 还有我们在新加坡人 我们称为他是男人的早餐的这个肉骨茶 都能够在这里卖 那当然呢这个店呢 他又是怎么样子呢 卖到现在他的生意风生水起呢 就是他的肉干 那他的肉干呢 很不一样 他就是不仅仅卖猪肉干 他还有一些很独特的 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龙虾王 龙虾干 那这个鳄鱼干呢也是我最爱吃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用中药的这样的去配置呢 甚至对一些有哮喘的一些 可能一些人士呢身体不舒服 他们都非常适合吃 我们新加坡人呢是非常爱喝咖啡的 但是新加坡喝咖啡的文化特别有趣 那打个比方呢 仅仅要叫一杯咖啡就有分不同的 比如说一杯黑咖啡 不加糖不加奶的话 我们会用这个叫做 狗臂 狗颂 那狗臂就是咖啡的意思 狗颂是马来语 不加糖不加奶 零的意思 那当然在我身后这个南洋老咖啡呢 就是代表着过番客早期医民 下南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在南洋老咖啡最大的一个特色呢 就是这些咖啡都是手堵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